Lio聊世紀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最後的戰隊對上AN戰隊最終之戰了 因為AN戰隊已經解散了 但是這場比賽是為了大家的鑑別裡所舉辦的比賽 有一種這種感覺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先來介紹一下Porsimia Porsimia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挖進速度 跟挖石頭的速度是有免費的挖石、挖基因的關係 所以他在封建室代手蠻適合打小工的 那甚至要趕快挖出一棟城堡也不是太大問題 Porsimia人他的團戰表現主要是打榴彈炮跟槍兵 還有火槍作為主力 當然戰車也是可以用的 在外加Porsimia的部分主要是打工兵為主 戰車是比較到城堡時代中後期才會去轉型的 前期還是以大量的工兵為主 而且城堡時代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工兵的傷害還會比一般的文明更好一些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他的隊友 到頭是選擇了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步兵單位價格非常便宜 而是前期吃野味獲得肉量可以再吃得更久一點點 所以前期的經濟加成還不錯 那哥德仁在打團戰的時候通常也是打這個騎士 那到了地龍時代才有可能去轉步兵 那城堡時代還是以騎兵為主的一個流程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塔塔 選擇是庫曼人 那庫曼人最大的特色是封建時代開始 可以蓋下雙個TC 那在以團戰的角度上來說 也不一定會在封建時代去補這個城鎮中心 而是一樣會單純單TC出肉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點下之後才會開始去補城鎮中心 那庫曼人後期呢 遊俠是跑最快的文明喔 所以庫曼人來說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外加的Viper 那外加選擇葡萄牙Viper 是有這個所有的黃金兵種 八折優惠 所以葡萄人打工兵也算是OK的 但是葡萄人他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中後期的工兵 沒有這個特殊能力喔 只有折扣的減免喔 那在前期的部分呢 是吃果子喔 會產生一些木頭 但他前期出攻兵的壓力會再更小一點點喔 那整體來說 葡萄是打團戰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 好那這邊看到AM戰隊的這個少年喔 他應該也不算少年了吧 現在這個年紀 阿茲特克人呢 外加來說的話 雖然也可以打工兵喔 但由於阿茲特克沒有母子環 到城堡時代的中期喔 可能會因為母子環的關係喔 射輸對方的工兵喔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阿茲特克會直接轉老鷹喔 然後搭配內加的騎士喔 或是內加轉馬功之類的打法做個搭配喔 那也可以搭配一些僧侶喔 給他放壓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波蘭人 那內加哈城選擇了波蘭 波蘭人的話 在封建時代時的弱馬 並不會第一時間爆出非常多喔 因為他還是需要農田喔 去堆疊這個肉量起來喔 所以波蘭的比較強勢之處喔 是在封建時代中期跟後期喔 那個農田越來越多喔 這個肉類獲得更多喔 才有可能會變得更強一點喔 那波蘭的話 又特別注意他的城堡時代 大概23-25分鐘之後 貴族特權點下喔 3TC開農之後 狂暴騎士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波蘭人他的後期是比較沒希望的 跟對方打遊俠是很難打贏的 但是可以用大量重裝騎士壓制對手 是波蘭人的優點喔 好 那麼接下來介紹一下條都人 那條都人的話 前期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可以讓隊友有抗招響的效果 專題打起來不會太塌喔 因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遊俠 而且近戰防御率特別高 但是他有個很大的問題喔 就是沒有耕種技術 騎兵單位喔 很容易會被 對方的騎兵給追上 這一點是條隊人 玩團戰時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喔 那接下來看一下薩拉森人喔 MBL選擇了薩拉森 薩拉森最大的特色是工兵單位喔 不工兵喔 打對方的建築物有外增上效果 所以薩拉森人要突破對方的防線喔 是相當容易的 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呢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薩拉森人在中後期喔 或有這個經濟落後於人的問題喔 好那這邊看到兩邊棒棒互打 這邊順便解掉兩隻棒棒 OK 下方是選擇了三個人來蓋馬舊 欸 結果MBL 是走馬舊 而不是射箭場 好 MBL是18隻村民 點下了封建時代 而且不是走工兵開局 那一家條隊人 也沒有要轉落馬 這應該是要打直城喔 好 那外加的紅色Poshimia Hera 是正常的出工兵 那阿茲特克是兩棒棒之後 開始把家裡給圍死喔 並沒有打算要來跟對手打封建時代 也沒有打什麼裝甲塔 什麼都沒有 當然也不是要打工兵喔 那很有可能是想要移上 城堡時代 開始爆老鷹壓制敵人喔 阿茲特克的老鷹爆 是要最特別注意的喔 因為南美洲文明裡面來說 阿茲特克的老鷹爆最快喔 所以帶回 橘色Viper 可能要特別防範一下 這個阿茲特克老鷹爆的一個弱法 那如果他要打老鷹爆的話 一定要到中間這個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是由這個一些墓區喔 圍起來的地方喔 挖穿之後才好中間大量黃金喔 可以產生大量的弓兵喔 或者是騎士出來 還有老鷹 所以現在阿茲這邊選擇 有可能是要打老鷹爆 而不是要打工兵開局 好 那MBL這邊是轉弱嘛 好 但對手 黑蘭只有兩隻槍兵防守 但是應該是能守得住 好 工兵準備出發 看一下上面的位置 這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最後還是轉射箭場 好 那有可能是先補毛兵防守 然後補老鷹喔 阿茲特克外加也有這個打法 但在阿拉伯來說的話 不太能這樣打 因為阿拉伯很難圍死喔 而且很容易因為自己圍死 然後去跑去打那一家 結果你出個什麼毛兵之類的 也打不定對手 那這邊這樣地圖很適合喔 外加為死 內加就安全 好 看一下這裡 黑蘭 黑蘭這邊也是繼續進攻 但是MBL把加里斯圍得差不多了 這時候只能從中間這個洞進去 好 我離個射箭場 趕快補毛兵 MBL的老鷹在這裡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能為死的地圖 防守實在是太easy 好 這裡不過走進來 黑蘭有什麼想法呢 MBL再補了一個防止 好 稍微防守一下 收村 好 兩隻肉馬過來回救一下 好 DALT點下了傳寶時代之後 3TC開農 好 這邊很小心喔 海鮮把這個洞給堵住 這個第一時間 並沒有要到野外去開這個礦 應該是有看到這個刺猴 這個旁邊繞 所以先把它圍死 好 那大家挖穿木屏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中間挖黃金 連這一張地圖的黃金都在中間喔 好 MBL這邊的毛兵 稍微防守一下 好 這裡肉馬反打一下 槍兵沒有動 被戳到 哇 MBL這邊虧了 好 這邊先趕快把攻擊手全部解掉 這些槍兵 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那一家波蘭 3TC 也開農 但沒有第一時間去外面挖礦 因為還沒有挖穿木屏 看一下上方viper viper這裡也沒有第一時間喔 給壓制敵人 反正是要來蓋寶 那很有可能這邊是一個壓寶打風琴砲的一個策略喔 也是不打工兵 好 直接轉風琴砲 那風琴砲現在已經被nerve了很多了喔 以前的風琴砲是超級難解的 那如果打風琴砲的話 阿茲特克又有優勢喔 生女的話 血量夠多 很容易就可以反用這個救贖思想 反制風琴砲回去 所以viper這邊打風琴砲 我覺得並不是最佳解 這有點讓人疑惑 打阿茲打風琴砲 有點微妙 阿茲來說是相對好打風琴砲的文明喔 OK 下方MBL 這裡是完全沒有受到三老了 開始去正常喔 就讓這邊升到城堡時代好一分鐘 升到城堡時代的viper 是馬上補下一根堡 直接起 少年吃一根大亨堡 這個老該在臉上 應該這裡有看到四眼 阿茲這邊趕快補修道院 阿會黃金要多挖一點 趕快先挖出一個救贖思想 475趕快出來 中間這些地區 開始黃金 要慢慢來控制下來 好 那一家是塔塔 現在TC運用得很開心 封建時代打雙TC開農 今天這張地圖是我們剛剛說的 是封閉地圖的關係 所以不像阿拉伯 需要單TC去出洛門 像這種封閉式地圖一樣封建時代開農 到了城堡時代再繼續補下 3TC 4TC 那遊俠就會出關的很早 而且移動速度很快喔 好這邊 庫曼三馬就準備要來出騎士嗎 先按漏馬 看來是有想像跟viper做個搭配 風情泡泡生旅 那庫曼這邊就按漏馬 新騎兵去反制生旅 這一個策略非常好 但是阿茲這裡只轉生旅了 那這裡就要小心了 看要不要轉一些重裝長槍兵 那一家的哈特 忽然就是要出重裝騎士去幫忙防守 但是忽然這個文明要蓋出第一根堡 才比較好去做防守 因為這個貴族特權 要趕快升級完 才好反擊 好 生旅被開了幾槍 但是沒有倒地 風情泡出來了 生旅現在血量35滴血 只有救贖思想 神聖思想也沒有 這也沒有宗教堂了 好這裡看一下 這根堡直接被壓在臉上了 MBL 雖然沒有開城鎮中心 但是第一根堡 直接控住了HERA的城鎮中心 好後方還轉出了輕型衝車 衝車配風情炮 然後再搭配草原騎兵 哇這個打法很猛 但打上這個肉身的話 我覺得還是用輕騎兵會更好 更能快速擊殺掉這些生旅 好 阿茲特克這裡要趕快轉出神聖思想 已經在補了 10秒鐘 看一下波蘭這裡 波蘭現在被VIPER的風情炮 打到了一些傷害 但是終於等好營灌了 貴族特選已經研發完 這邊就可以開始補馬就 開始迅速量產騎士了 好這個輪走 有機會研發好了 好這邊生旅遭翔 遭到了一台風情炮 但是前方生旅兩隻直接倒地 剩下洛馬開始騷擾村民 阿茲一個人擋兩個 很難受 OK 裝甲衝車也升級好了 波蘭是可以在城堡 是在升級裝甲衝車的文明阿 裝甲衝車配草原騎兵 洛馬 也是生旅 好這裡非常難受 那裡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招強調 敵方單位 哇這看起來是要秒殺阿茲了 突然這時候還沒有出關 這時候才再出第三隻第四隻騎士而已 哇結果這個快攻 直接擺一招打倒了 阿茲應該是量掉了 這裡要趕快去補更多的修道院才行 但是VIPER直接把寶蓋在了阿茲的黃金礦 太狠了 秒殺異家 好看一下MBL MBL這邊也蓋寶 然後來反擊一下內加的哥德 那現在 尼可夫 調盾人 調盾著騎士喔 防力實在很高 好 好這裡還是關鍵 好 突然的騎士一直想要過來救 但是寡不敵眾阿 對方的弱馬數量很多 後方還有風琴炮 好這根堡要實在蓋起來 阿茲不知道能不能 還能繼續打 好這裡應該是量掉了 好城堡一蓋好 可能再來要全撤 好撤了撤了撤了 好拉一半撤離 好這裡風琴炮 想要反擊 但這裡聰明應該是沒有地方跑 好 高達第一射子彈很快阿 TC是那樣吊河夢阿 好啦這些臭兵也暫時跑不掉 下面TC 重蓋了一個 好看一下MBL這波攻勢 看能不能繼續延續下去 Ara這邊雖然被插了一根堡 但是也是達文 補了一根城堡之後 化學補下了 好這裡有一位玩家 道特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MBL這根堡 並沒有給道特太多壓力 這邊直接速升帝王 應該是要來轉大量槍兵跟步兵反擊了 好卡套跟MBL 速攻掉了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已經沒有辦法有戰力了 內加的波蘭 可能要面臨一打二的窘境 好這邊騎士可能要上一波 但是一直被風琴炮 點掉了很多隻的騎士 好波蘭這邊爆了一根堡 好想要防守這塊黃金 這裡還有一塊 這邊波蘭相當關鍵 要是波蘭這邊也擋不住 就要直接連倒兩家了 好現在塔套的庫曼騎士跟駱駝 還有洛馬 瘋狂騷擾波蘭家裡的農田 哈特家裡直接爆炸 這裡庫曼補了非常多的洛馬 好那波蘭這邊臨也是下降得很快 只剩下九十三吋 這一波打進來 直接損失慘重 好那波蘭爆掉之後 現在庫曼還想要繼續往下衝嗎 好正面的條盾騎士 來幫忙解一下 Viper這一坨風情砲 不然阿拉茲特克沒有辦法有了戰力啊 那現在阿拉茲的目標就很明確 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 除了農之外 還有繼續按生旅這一條路可以走 好大量的騎士開始往前 吃這些風情砲吃得有點累 但是騎士的體質還是不錯 而且風情砲被騎士打血量掉很快 Viper很努力在拉打這些風情砲 但風情砲的攻擊速度實在太慢 應該是要被全吃了 好但是這一坨條盾騎士 在外面的關係 現在家裡防守空虛 只能靠自己的隊友 波蘭的騎士趕快來救一下 但看起來這一波進來 還是受到了一些傷害啊 好正面大量落馬過來 波蘭的人繼續用重裝 用這一班騎士進行防守 好現在MBL 帝王時代已經升級上去 巨型頭時機開始要進攻了 現在是雙TC 濃 同上帝王時代 所以他的經濟來說 按一些巨型頭時機 跟少量駱駝跟奴隸兵 就是極限了 好 波蘭這邊的騎兵打得非常的兇往 但是波蘭這邊騎士稍微有擋下的跡象 好 正面哥德 果然道德轉出了大量的槍兵啊 先出槍兵防守還不錯 而且還可以有機會戳掉這台巨型頭司機 戳掉了 但是後方大量的重裝騎士哥德人 道德這裡槍兵試讓我們夠多 看來巨頭要全倒了 好 下方Hera也開始出關了 帝王時代 巨型頭司機 火槍火炮 走一個火氣路線 那阿茲特克現在很慘 只能按一些生旅喔 就是極限了 不然就是要瘋狂給進攻了 我覺得直接給進攻吧 給隊友資源可能會更好 好 也只能給黃金了 現在阿茲黃金要兩千多啊 是不是有點半放棄的狀態了呢 好 阿茲這邊黃金樹也是非常多 肉有點少 就是片田還是不夠用 現在騎士遇到駱駝也是被鴨子打 庫曼這裡的選擇很多 但還好 庫曼是沒有重裝駱駝的關係 所以待會神刀地龍的時代 如果有機會 還是可以用重裝騎士反擊駱駝回去的 但是接下來要遇到的就是尤俠了 庫曼的尤俠 好 再來這邊轉出了戰錘兵 戰錘兵打尤俠跟駱駝 都是一個波蘭不錯用的單位 好 NBL這邊是採取了生旅戰法 用生旅搭配工程器 步步推進 而且莎拉森的勝率還有全補 大衛可以幫忙 補下尼可夫的血量 欸 結果這時候 大俠突然打出了聚聚 哇 我們恭喜駱駝戰隊拿下比賽勝利 阿茲這裡是直接一個掛機嗎 忘記要投降了是不是 只剩下你沒頭啦 少女難道去掛機打魔獸世界了嗎 不投降了 哇 這個倒的有點快 好 那最後 Viper也是 搭配塔套的戰術喔 進行了一波不錯的反擊 這個打法喔 好 以單純來說 葡萄人風情砲 遇到阿茲的單挑情況喔 阿茲是有利的 但塔套這邊實在是 爆新騎兵 跟草原騎兵速度很快 這就是庫曼的優點 雙TC開農 到了 城堡時代喔 這個經濟就來到了快要七八十吋喔 三馬就或四馬就出騎士也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經濟最好的 好 終究還是 將的還是老的啦 47853 但 Viper這邊是打快攻 所以經濟是GL戰隊最差的 那麼Hero也是打的相對保守 他是一個3TC 4TC開農 而且是放掉外面的金礦 然後在家裡歸縮一波 然後再趕快升到帝王時代反擊回去了 還有這塊金喔 難怪他沒有那麼堅持想要打外面這塊金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如果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支持明明明的影片 按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